大家好,我是吴仔 今天跟大家說說這個 supper moment 搖滾叛徒 真是可憐了 都不是被人說的 有些事情是他自己拿來的 今天就會說說搖滾叛徒的故事 另外又要說說曾志偉 兒子輸了,真是慘了 是不是輸了呢? 還沒看內文,他說很遺憾 看看說什麼 先說曾志偉這件事 曾志偉隔空體制 欠奧斯卡不敢為陷 能夠入到最後五強 已經是榮幸 第九十三屆奧斯卡頒獎典禮 香港26日上五八點舉行 曾志偉兒子曾國祥 執導的電影《少年的你》 入為今屆奧斯卡 最佳國際電影最後五強 曾志偉現身電視程 表示雖然因為疫情緣故 沒有辦法看兒子 親身到場 看兒子競逐獎項 但一家人都會大感驕傲 他這樣說 看不到呀 去不到呀 有疫情呀 怎麼去呀 沒有房間呀 現在到處都去不到呀 沒有時間隔離呀 隔離對我來說就太奢侈了 都是這樣的 兒子去年拿金像獎 他都沒有機會上台獎 能夠進入這個老師家 最後五強已經很大榮幸 大家一家人都很開心 一定為兒子這麼驕傲 他自己說光宗耀了 是的 那究竟是拿不拿到這個獎 今早應該是頒了 但他還未更新 我不知道 我自己感覺上是機會不大 究竟是不是壞了呢 對他來說已經是贏了 香港人可以說 國族這個奧斯卡 但你說少年的你是不是真的 是港產電影呢 好像就 很多網民都很有意見 甚至有人覺得 直接是大陸電影啦 是的 我自己也是這樣看的 只不過是 拿了香港的名字來國族 又是香港導演 整個故事呀 劇本呀 拍攝呀 都好像在內地 那這些就 我不會覺得是 港產片來的 再說了 再說了 說了 現在厲害了 厲害了 除了是搖滾半途之外 直接上了TVB 究竟是不是想好像 當年Beyond 那樣 在TVB打起 當年Beyond放暑假 但如果你真的這樣想 你真的大錯特錯 基本上是 兩回事 當年Beyond很紅 讓我入TVB 但當年的TVB 沒有被人罵 當年的TVB 真是主流媒體 現在有些人開Facebook 有些人開IG 但當年 每個人都拿著電視 攬著電視 誰上TVB 都會紅 當年 TVB 是不惹人反感的 但現在 你上TVB Suppermoment 你真的等於玩完 有些朋友 就是音樂監製 音樂人 早上跟我說 我本來有一個二次創作 就是唱過Suppermoment 那首《無盡》 我五月頭 就有一個二次創作的表演 然後音樂人說 吳仔你不要唱這首歌 他們現在很大 還說到 近幾年 最好聽的樂隊 唱得最好 唱功 音樂做得最好的 都應該是你這一檔 但為什麼會搞成這樣呢 看到這樣也真的很可惜 我自己說出一個答案 就是 會不會是經理人安排 只能說 這班人真的沒什麼思想 如果經理人安排 你走這條路 可以告訴你 是錯的 真的錯的 我慢慢說你為什麼錯 有些紅媒 宣傳得 都挺出面的 開心大中藝 Suppermoment 想去唱現場 又很興奮 獲狐風邀請去紅館合唱 哎 真是糟糕 修哥 胡鋒 接下來應該看紅館 紅館有一個演唱會 胡鋒派對 不是特地跟他宣傳 你經過紅碎口 你就知道 胡鋒 我就算說 你也不會特地走進場 買票看 現在說到 Suppermoment 成功了 唱現場很興奮 還獲得胡鋒邀請 去紅館合唱 嘩 真是麻煩 其實 Suppermoment 就是最有能力 是可以上到紅館 開演唱會 的對班 當年他們 唱那隻無盡 嘩 粉絲的歌迷 全部都塌 暈 唱功又好 歌又夠激昂 但為何今時今日會弄成這樣呢 對 用不需要弄成這樣呢 又出國語歌 又上TVB 接下來發展 開了微博 抖音那裡有歌 是不是上北望神州 這一方面 我會慢慢跟大家研究究 他們能否打入大陸市場 先說這篇 Suppermoment 在去年年尾舉行網上音樂會之後 一直很少機會跟歌迷見面 今天他們驚喜現身無線的開心大中藝 除了玩遊戲之外 還唱Live 相信一群粉絲十分開心 嘩 還說唱了自己的名作 小火子和幸福之歌 咦 即是那些什麼 人生夢一 場革命至中老舞唱 這些 不敢唱 還跟胡鋒合唱 舊歡愚夢 我的親愛和紅日 嘩 這篇說他相當開心 這篇說肯定是 黨媒 紅媒 看看阮文安怎麼說 很多人LIKE 四千多人LIKE 他說 人生夢一場革命至倉老 你們還記不記得自己唱過這些歌詞 抗爭並不簡單 盡力捍衛這國家 你們還記不記得自己說過這句話 Suppermoment 今年竟然要折墮到上CTGVB 那些開心帶綜藝做小丑 好像還唱當年雙年與中人 那個口罩疾到 一對從來都走本土路線的搖滾BANG 過去這麼多年都用真性情賣熱血的BANG 今時今日要跟男底公司 奶共自我禁聲 可憐 知不知道當日有多少手足聽著你們的歌長大 之後走上街頭 然後現在可能流亡了坐牢 無盡無你媽媽 你們就是一次又一次與香港人為敵 今次真的覺得真的 執拆了它 說多一點 幫他們搞演唱會公司的老闆藍到黑 那時候天天在Facebook說 救我們是暴徒破壞香港 Suppermoment 果然名符其實 幾樣東西 是不是奶共是否自我禁聲 好像有些是 為什麼不唱無盡呢 你首本名曲 這麼激昂的歌 大家一起勸話 因為那首歌 會令到一些政治的革命意識在裡面 改革一些東西 連這樣都不能唱 你真是搖滾叛徒 別說叛徒 叛徒就是他們變了一節 他們不是 也不是之前那群來的 離譜 在連登 有人說我的X今晚上了TVB 那X就是你們 Suppermoment 他說我對你們很失望 他說有什麼慘得過 分了手還掛著人 他說但他又拍新拖 還要身材又男又醜 是沒什麼慘得過 Suppermoment 我對你很失望 下面就有很多like 很多人罵 有些人說你當他是X 他當你是飛機杯 有一點點感覺 用完即棄 你的包裝本身是 這麼本土Band 搖滾是什麼 其實搖滾就是控訴 控訴 控訴 就不可以跟建制的喉舌電視 是friend到這樣 你們是沒有了那一回事 你們已經不是Band 對我們的音樂人來說 沒有說是對還是錯 都決定走這條路賺這些錢 但是說真的 用賺錢的角度 你可不可以賺得到錢呢 上TVB 我覺得 其實你打正王的旗號 可能還開演唱會 有些年輕人會買票入場看 你現在搞到要貼湖豐 不是玩東西 湖豐的觀眾層很大 不是想著擴闊自己的年齡層 年紀大一點的 都聽過Suppa Moment 當我們好像Beyond 我想就真的難一點 幾件事 一 如果家裡的公公婆婆 看到這群年輕人 首先讀不到你的名字 Suppa Moment 說不出 第二 這對話 當公公婆婆看了 會唱歌跳舞的 那些孫仔怎麼說 你現在放棄這個年輕人市場 真的叫放棄 不要年輕人市場 就打高年齡層 和北望那條水 老人家的市場 他會不會買票入場看你 你開演唱會 你賣碟 做什麼都好 你除了在TVB亮相 他會望一下之外 你覺得你在這群高年齡層的人 你賺到什麼錢 人家真的入場都看胡鋒 你做嘉賓你賺到多少錢 不是吧 好沒有想法 你有少少腦筋 你對這個市場有少少認知 你不會這樣做 你這樣賭自己 小朋友 其實我和Suppa Moment 也有少少合作過 我們曾經拍過一條片 傳達一些正能量 當年他們出了 在我們網絡人的MV裏 很多人都很喜歡 Suppa Moment 我自己都喜歡你的歌 這隻無盡 很少歌手可以唱到熱血 激昂 但是 為什麼你要打這個旗號 而變節走去做建制的喉舌 這些可能有些人不明白 我之前看過一套女權電影 他說我們全部都不看電視 七十年代 七十年代 七十年代的美國女性 已經知道電視是建制的喉舌 所以為什麼 那些人說不看TVB 那些新聞有什麼有什麼有什麼 有什麼有什麼 因為那些人不明白 那你不明白嗎 我想你們都明白 但你其實黏了些什麼經理人 經理人叫你和我們香港人 叫做一班 很大部分的 你本身的觀眾 過隻 你不是搞到這麼嚴重 你本身擁有的東西 Suppa Moment的名氣 是那裡來的 為什麼你會這樣 我真的想不通 想不明白 我覺得只要有一個成員 他有少少這些概念 他就不會這樣做 甚至如果比賽是我 我一定會離隊 我不會參加這些音樂節目 那當然 如果我是樂隊 我會這樣 我會站得很硬 因為樂手 你們玩樂隊的搖滾 本身的心態就是要控訴 有什麼就要發聲 黃家駒當年的歌 他都說很多世界和平 什麼什麼什麼 背棄了理想 誰人都可以 你現在真的背棄了理想 你想著一群高年齡層的人 是可以賞識你 但是你賺不到他們的錢 你只能找到那群 慣常開電視的收視 是會有人看多了你們的東西 但你們如果這樣叫做 經營一門生意 真是很失敗 基本上跟Mr.是相影成趣 Mr.就弄一首歌出來 就說 留守著現在的人 我記得他們好像蒙了豬嘴 很不同 有一邊就走那個路線 你們這邊就走另一個路線 好 那可能你不是看這個路線 你是想北望神州 那你其實知不知道 人家大陸是喜歡什麼音樂 你有沒有看抖音 人家那些都是中國風的 改編流行曲 雖然他們的音樂很悶 全部一個格式 但是做了很多洗腦歌出來 Suppermoment 在那裡 你不是想著黏著紅台 你就可以打到市場 你是要由頭開始 由頭開始 即將搖滾輸入中國 中國人要接受你們這一種的音樂 但是人家正流行的是京劇康 男女聲 海豚音 你Band有沒有人紅 在大陸 在大陸 迪克與牛仔 那個好像是台灣 可以不可以 還有你們這麼年輕 你們那種味道 不是大陸要那種Band 大陸要那種Band 是很滄桑的 你們那種味道 說真的 說多一次嚴範 你們那種味道 是很適合本土的青少年 追夢、熱血、改革 那種 你們紅是紅這些東西 所以為何令人那麼失望 人家支持了你這麼久 你突然間整個風轉了 轉了去TVB 和胡鋒唱歌 還說很開心 當年商戀意中人 不是吧 我小時候見到李克勤跳那種舞 我也覺得是老土 現在到你們 你知不知道那首歌 真的是譚炳文 你有沒有搞錯 你們這麼In 染了金毛的Boy Band 就是搖滾樂隊 為何會搞回當年商戀意中人 什麼事啊 是不是真的沒有思想 沒有態度到這樣 你以後在香港夾Band 我不知道你還會不會流連攻下 人家看到你怎麼看你 你們要這樣做 其實基本上要有很大的勇氣 你要打破了以前一直以來做的事情 不怕魚 你身邊的粉絲 你身邊的音樂人怎麼看你呢 其實你可能真的沒有飯吃 沒有飯吃 拍別的東西 搞音樂就有興趣 音樂都賺不到錢 你現在跟著胡鋒做嘉賓 你上TVB又賺到錢嗎 我不方覺得你們賺到錢去哪裡 你說Suppermoment 要回大陸巡迴演唱會 你也要有名才行 不是吧 然後又在吹奏 然後說這隊就是年青人 香港年青人的樂隊 喂 大陸的人信不信 就算真的信 人家翻牆來看我們香港人 香港怎麼說你們這隊樂隊 正等於你說那些高年齡層的人 認識你們 他們的孫子怎麼說這隊 他們會跟爺爺阿公阿婆阿媽說 喂 這班人什麼什麼 那班人就會覺得你們是不可取的 不好的 為什麼 因為那班人其實沒有思想 你給他什麼看 他就看 這班年青人 阿孫仔喜不喜歡 孫仔跟爺爺阿婆說 喂 這班人搖滾叛徒來的 不不不不不不不 不不不不說你們壞話 然後那些阿公阿婆 就會不喜歡你們 你是沒有香港的市場 告訴你 那些阿公阿婆 他們沒有思想 對呀 有東西看的 但你不會在他們從中得到任何好 香港人的市場沒有了 回到大陸又要重新打過 為什麼呢 何必呢 喂 生意而已 為什麼要打爛自己的飯碗呢 我覺得 是真的對他們失望 不過 其實我對他們沒有期望 因為我不是他們的粉絲 只不過是剛好以前做事的時候 夾過一次 以及喜歡他們的歌 那麼多年來 除了Beyond之外 都叫做有個樂隊 聽得下 其實香港很多樂隊的問題 最慘就是沒有主音 見你們唱歌唱得好地地 有那麼多人欣賞 香港不是沒有樂壇 是有了樂壇的時候 你們放棄了別人給的機會 所以 這次他們這樣上這個開心大中藝 令很多人都很失望 很失望